大家好,我是兔子姐姐,今天跟大家说说陶勇 五个古人讲究,逝者如逝生 勇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够在明世 继续如生前一般的生活 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品的一种 从战国时期开始,随着训人制度的衰落 陶勇逐渐替代了训人陪葬 举世闻名的骑士皇陵兵马勇 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在南京市博物院,我就看到了许多形形色色 形象真实,又栩栩如生的历代陶勇 汉代陶勇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 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陶勇造型优美,动作滑稽可爱 随唐时期,陶勇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文官,武士,侍女,铅驼,铅马,戏弄 齐勇,吴勇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 勇正式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 对研究古代的渔夫制度 军阵排布,生活方式 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 五代时期,陶勇之风大变 陶勇的神冠勇受到了重视 这些展品中,有一种器物的造型特别吸睛 南京博物院分别称其为人手鱼身勇和人手蛇身勇 这类陶勇在其他地区的博物馆中极少见 几乎可以称之为南京博物院的特产 又被称作鱼鱼和木龙 除陈勇驱邪,还有引导生鲜的作用 陶勇中艺术水平最高的被南唐离景目中的吴姬勇和陵渊勇 生动传神,活灵活现 也反映出当时的艺术繁荣,歌舞生平之景象 古时候没有照片录像 陶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历史